早安 今天是第39天 今天這一集開始 我要來開始弄裝備 那在弄裝備之前呢 要先收一點農作物 來賺一點錢 不過這次我回村莊以後 我發現一件還蠻嚴重的事 就是我們村莊的村民 好像都不見了 不知道是被殭屍打死了 還是 還是跑到別的地方 然後迷路回不來 總之現在村莊已經設沒幾隻村民了 所以當務之急 我們就是要來趕快擴充村民的數量 毕竟要建立邪惡帝國 怎麼可以沒有人呢 對不對 這不是邪惡帝國 我對他們是非常的友善的 那這個村民繁殖場的地點 我把它蓋在 離村莊陪遠一點的地方好了 這個地方不錯 我預計的做法是在這裡 弄一個九成九的農田 然後再運一隻農夫村民過來 以及另一隻任意職業的村民 農夫他會自己收農作物 並且餵飽附近的村民 他們才會不斷的生小村民 花了一點時間 把這個農田都蓋好了 周圍也先用這個泥土當圍牆圍起來 等之後我有比較多建材 我再把它換成別的材質 沒辦法 現在資源還很缺乏 那現在 就等天亮 村民會工作的時候 再把村民他們引過來吧 就利用這段時間 再多收一點農作物 畢竟我們要把盔甲醬 工具醬武器醬升到 最高等級的話 會需要用到不少的綠寶石 有錢才好辦事嘛 對不對 俗話說 有錢男子漢 沒錢漢子男啊 不過呢我有一個小目標 就是先獲得盾牌 有了盾牌以後 我們才可以比較安全的去探索洞窟 那我想要探的地方就是礦坑 廢棄礦坑 因為我們如果要更方便的移動村民 有礦車跟鐵軌是必要的 那些東西就只能從廢棄礦坑取得 因此這會是這一次的一個小目標 天亮了 那我們就等村民開始工作 就來進行作業吧 那我想要先把交易所的這隻 收購小麥的農夫 把它運到那個村民繁殖場那邊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其他村民了 我剛才稍微找了一下 我們村子裡面 除了交易所的幾隻 就只剩下一隻傻子啊 用堆肥桶慢慢引誘它過去 它要進去了 它要進去了 那第二次村民的話 我就用這隻皮匠好了 畢竟它的交易選項有夠爛 那就用這個鍋斧 慢慢把它引誘過去吧 現在兩隻村民都就定位了 欸你上去幹嘛 它會從這個地方爬上去啊 把這裡面堵起來好了 還有那個堆肥桶也是 農夫很喜歡在那邊跳上跳下的 把農地都踩壞了 因為它種得太慢 所以我先幫它把這片田 通通都種滿紅蘿蔔 種完以後 我再把剩下的紅蘿蔔丟給他們 就可以立刻進行繁殖了 來 先給你先 快去撿 好 你的夥伴肚子也餓了 分一點給它吃啊 不要再看我了 快去餵它 這個田都種完以後 我先在這個出口的這個地方 擺五張床 那因為出口的那個地方 有放了地板門 那如果你這樣子做的話 他們會偵測到這幾張床 他們是可以過來的 那實際上他們會被卡住過不來 那接下來我們在這兩個地方 給它向下挖三格 然後再放地板門 這樣之後如果生出小村民的話 它會判斷這裡是可以走的 然後它就會走過來 並且掉到這個坑裡面 然後我就可以用水流把它沖到 我想讓它去的地方 哇 這麼快就有小村民生出來了 那太剛好了 正好可以讓我示範 小心不要打到它 那我先在這裡倒一桶水 然後再把這個通道 挖到水流沖不到的地方 像這個樣子 小村民就被卡在這裡 然後在這裡放一個柵欄門 並且把上面這一個挖掉 然後再倒一桶水 我現在沒有水了 再去撈一下水 因為這個水它會從另外一端流下去 所以我先在這裡放一個柵欄門 然後把它打開 這樣這格的水呢 就可以把它穩定的停留在這個空間裡面 如此一來小村民呢 它只要一長大 它的頭頂就會頂到那個水 它就會油出來 重建天日的小村民呢 就會成為我們村中的一份子啦 哈哈哈哈 那最後一個步驟 為了不讓其他村民佔用到這五張床 我們必須要將這五張床給維持 這邊堆個兩格高的圍牆 就可以把它成功隔絕開來了 這個村民繁殖機蓋好以後 接下來我們就再也不會缺村民啦 那等小村民長大以後 我們就可以來召喚盔甲將囉 哼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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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